8點半 免費為母親屬的獨居長者 辦理後事的非牟利組織說 近年處理的個案倍升 以前大約是四十五十個左右 一年 去年我們做了112 這是一個趨勢 獨居的長者越來越多 香港人均壽命長 加上近年的移民潮 越來越多長者要一個人生活 我的女兒說她已經申請到了 她說要去移民 我就… 不要申出了 下班回來 一想起老公不在的時候 這麼生氣也是生氣 為什麼不陪我長久一點 這麼孤孤孤孤一個 失去另一半 和子女天各一方 怎樣才可以幫她們 減輕孤獨的感覺呢 六十六歲的潘寶霞 偶爾和外傭會去街市買菜 她說相比以前買菜的次數和份量都少了很多 那時候女兒在這裡三菜一湯 現在兩個菜 現在少了很多 補霞原本和丈夫還有外傭一起住 每到星期六天結婚的女兒會回來一起吃飯 不過去年這個家庭起了變化 還認知障礙症的丈夫入老人院 同一時期的女兒移民澳洲 暫時期, 家裡只剩下補霞和外傭 2020年她已經告訴我 她已經申請到了 我聽到, 我就不發聲 我都沒有發聲 她都說要去移民 她去移民我就… 不要生氣了, 掛著也沒辦法 補霞兩個膝蓋做過手術 走得久就要坐輪椅 所以平日除了去日間護理中心 和去老人院探丈夫 她多數都是留在家裡 不玩了? 為什麼不玩了? 是嗎? 服務所補霞一家接近六年的外傭 淵淵說, 太太口頭善話沒問題 其實覺得她只是故作堅強 很多事情是不開心的 分夠時間, 可能會這樣 自己一個人看電視 也不會說出來 也不會跟別人說什麼 自己忍住 時間不容易過 補霞每天最期待的時刻 就是和已經移民的女兒 民司和女婿談電話 吃了飯了嗎? 還沒 還沒吃飯了 家主, 是嗎? 煮碗粉也好 你不要吃杯麵 聽到你樣子吃杯麵 月尾女生日 你想要什麼蛋糕? 我煮個蛋糕給你吃 隨便吧, 什麼都好 什麼都好 你幾天想一下, 你想吃什麼蛋糕? 什麼都對 什麼都對 最重要是看清楚女婿 看見你 看見了, 瘦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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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都是這樣 三年前, 女兒民司決定移民澳洲 就開始著力安排父母的生活 包括安排有認知障礙症的爸爸 入住老人院 和我用續約在家裡照顧媽媽 由安排媽媽到日間護理中心 另外, 也在家裡安裝了兩部閉路電視 和平安鐘以防萬一 離開了香港首兩個月 基本上我每天都看著他工作營 我都看見他有情緒低落的情況 所以都會保持著每天跟他聊電話 他很多口頭喘的人都會說 沒有什麼? OK啊 你見到他, 其實可能有時候眼睛腫腫 或者見他就一個坐在聽 很悶 這些位置, 自己的心都會不舒服 對 有人說建立一個習慣需要21天 但是家人離開身邊 要習慣獨自生活 對保霞來說就需要更長時間 日間護理中心的社工說 看到保霞改變了 婆婆來到中心的時候 其實她都是一個 都會說, 喜歡說話 我們見到她 當知道女兒要移民之後 可能昨日寡言了 有事情在想 又不是很想溝通 又不是很積極 當住到的時候 主動和女兒聯絡 安頓好她和先生 在女兒離港之後的照顧安排 對婆婆也是安心 中心的老友寄 跟她開解一下 跟她玩, 打牌 主動撩下她 幾方面的支援 對婆婆來說 能夠過得容易一些 人口老化 加上近年的移民潮 不少長者都要面對獨居 從事按路服務 當年的梁詠恩說 有計劃移民的子女 應該盡早給老人家 有心理準備 必要的時候 更應該尋求社區支援 知道家人是會離開香港 孤單感就會引伸可能情緒 知道有些女兒記 可能會失眠 可能會吃得不太好 睡得不太好 社區上面 其實都有很多出路 譬如長者中心 或者真是日監會理中心 其實我們那些專業的同事 都可以幫幫口 幫幫手 可能她對著家人未必說得出 可能有很多情緒上的糾結 但是可能透過專業的同事 去跟他們談的時候 相對容易些 知道他們的心裏想些甚麼 香港基督教服務處 在去年年底到今年2月 用問卷訪問了203個長者 發現三成六有子女 在2020年或以後移民外地 當中超過六成移民子女 是長者的最主要照顧者 調查也發現有子女近年移民 同時有明顯抑鬱傾向的長者百分比 相比沒有子女移民 但是有明顯抑鬱傾向的長者百分比 高出大約一倍 另外有四成多的留港長者 因為子女移民 記憶力變差和多了失眠 其實不只是子女移民的留港長者 會經歷孤獨感 老伴過身的長者也是一樣 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的早上 這間麵包店 會免費派麵包給區內長者 72歲的趙桂香香姐 是其中一位派麵包的義工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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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闆說香姐 你現在沒有工作 過來幫忙手擦麵包給老人家 我就說好 那就一直做到現在 也算是打法時間 不用自己去想那麼多其他事情 在廣州出生的香姐 1989年和丈夫結婚 之後來港定居 女兒一直選擇留在內地 向謝致田系私人屋院的清潔工 丈夫是保安員 15年前的一天 丈夫突然身體不舒服入院 老婆 我經常都流鼻血 最近是不是燥熱 她說煲些涼茶我喝一下 那我就煲給她喝 她說 老婆 我不停留 我說不如你去醫院看急症 但我沒有想到她 進了醫院看急症之後 就不能回來 醫生診斷 香姐的丈夫骨髓出現問題 留院個幾月就過世 當時香姐的女兒和親戚 全部在內地 丈夫突然過世 她說當時最怕的是 放工回家 那種孤獨感好像洪水猛獸等著她 放工回家 一想起丈夫不在 只剩下自己一個人 明明她在陪著自己 每天都回來 一起吃飯 有辦法談 她一走了 只剩下自己一個人 孤零零一個人在香港 這麼快就離開我 那時候真的有點生氣她 為何不陪我長久一點 陪我長一點時間 不是很好嗎 有事 所有人在家裡 都不安靜 在家裡 在家裡 向姐華 失去重心的生活 並不容易過 丈夫離開頭三個月 她查犯不思 在那段時間 同一條屋邨子的 另一位太太的丈夫 都過世了 兩個同路人 互相問候和關心 向姐華 心靈得到很大的支持 在大半年後開始慢慢適應獨居生活 她不走都走了 正如她們的人說 就向前看就不要再翻頭目 唯有用工作 又用義工來消磨時間 沒有人聽我們要上門拍一拍 你去找樓下那個看奸姐姐 問一下發生甚麼事 否則就好像我們其中一個會員 死了在家裡也沒有人知道 同區另一條屋村的長者 在今年年初組織了一個名為戶戶探的活動 定期上門探訪打電話 關心村內的獨居長者 向這都猶豫參加 負責統籌的社工說 活動的意念都是由長者自發想出來 移民潮發現有很多老人家 過年過節的時候就只剩她一個人 有些老人家的情緒比較差 於是我們動員自工力量 發揮一些關心 一些社區的談訪 同聲同氣 她會覺得有人明白她們 她們明白到當兒女大了 有那種空巢的感覺 她們自己會懂得大家互相分享 怎樣去打發我的空巢時間 我來了 向謝爾街一個星期有三晚 會邀請鄰居兒姐一起來吃飯 你最喜歡吃蒜蓉了 好呀… 先吃一條菜 六十七歲的兒姐 兒子一家人去年移民英國 剩下他一個人獨居 兒姐說近一年學習 接受和適應 幸好鄉姐邀請自己不時一起吃飯 有時候會吵架 為何要炒這些菜 他也會有反應 如果我一個人住 那就沒有反應了 吃菜就吃菜 吃飯就吃飯 他也是一個人 我也是一個人 大家吃就比較開心 好過一個人吃 吃飯 吃飯 開心的也能分享 不開心的也能分享 這樣 不開心的也能分享 我沒有結婚 我沒有結婚 我不喜歡自己自由 比較好一點 天亮就當作被蓋, 我不怕 下一節 獨居但是並不孤獨的馬姐 細數走過的人生路 當時心沉了沉 不再為半杯水糕受 腳尾跟得這麼快 就算失去腳, 也能撞到而知 做多一點, 走路就會比較穩妥 要學會為半杯水奮鬥 我走過的路原來不簡單 很想幫助自己 走起來, 不坐輪椅 其實是一個很堅強、很勇敢的決定 很厲害 幫忙預約我 今晚8時, ViuTV 時間滴答… 累積一點一滴的美好 冷睡藏苦劫 萬樣顯金甜 信冊寫冷睡系列 一萬滴萬樣的金甜 滴露Pro Fresh清爽保濕沐浴露 十二小時防汗味 時刻水潤清爽 金骨橙花香氣, 全新上市 日本人自排救心 保護心臟健康之本 既然自排救心臟健康之本 既然自排救心臟健康之本 我們務實工作 和大家一起共建香港 我將會在十月份公佈 第二份施政報告 我希望聽取你們的意見 我和團隊會繼續為民生 聘經濟, 做實事 共建更美好家園 我養貓的 究竟甚麼是社會化 知道原來是小狗 大概三、四個月的時候 就要讓牠多出去接觸社會 探索一下 可能接觸一下人、車子 那狗豪呢?牠能否社會化 因為我怕牠會被標籤 對 因為牠小時候 總之每天怎樣都要 抽少許時間出去 所有接觸到人的地方 都要表現良好才可以 晚吹又要威,又要戴頭盔 星期四晚11時半,ViuTV 是否有甚麼心事 雖然大家沒有說出口 但一定很自責 乾杯… 乾杯… 在潤雨的忌日這樣穿在一起 我覺得也挺溫暖 或者我們已經捱過了,是嗎 其實我知道這些卡是你給我的 組長,你快點過來看看 德國寶40周年 志騰卡電加斯廚貴成獻 流星結局片 星期一至四晚8時半 ViuTV 好像不知道為甚麼要吃豆腐 我都很喜歡吃豆腐 你喜歡吃豆腐嗎 對 我跟著還是開玩笑的 我這麼認真,你說我開玩笑 為耳朵早餐 當然是餵我 為耳朵 為耳朵做這麼多東西 因為我們不能失禮你,師傅 對 因為你的頭 不連幾天都出去做事 我真的害怕 他還未有結果 我覺得很棒 不要唱了… 不要唱了… Naman730,昆秀鬥 星期一晚7時半,ViuTV 兩大女神代黑巴神 我來吧,彩神 舉頭三尺 星期一至五晚11時 ViuTV 天晚上叫阿滋 阿滋 我叫歡樓葉 我是馬姐 这件衣服是我的老婆买的 姓黄的 在军冲当时 行过车行过买的 她看到颜色 她说阿姐刚穿这衣服 就买了一马步 我只穿这件衣服 你穿了两件衣服吧 这两件马者衣服 承载着昔日雇主对潘柳叶的 赞赏和感激 亦是她超过半世纪 打住家公生涯的见证 93岁的潘柳叶家乡在潘芸 家里有六兄弟姐妹 她排第三 成长在动荡时代 家里仲男轻女 她没有机会读书 17岁就开始打工养家 我老婆叫我耕田 我不喜欢耕田 一旦温柳叶 我都不喜欢 我说我要做工 跟当时很多珠三角的女孩一样 潘柳叶离乡别井 由家姐穿针引线 来到香港打住家公 我和阿姨有两个影响 我和阿姨有两个影响 她的那个事实 即是随你船厂 那家人的姓罗 她见到我又肥又白 叫她来帮我照顾孩子 就叫我来香港照顾孩子 下车就坐人拉那些车仔 拉到她家门口 所以我来帮你路 马姐是来自广东省珠江三角洲地区的 住家女容 早年那个区有女性立誓不嫁的风俗 被称为自疏女 她们大多数在酥丝厂工作 后来行业色媚 就转到港澳、南洋等地做家用 潘柳叶总共服侍过六个家庭 做过近身 帮仕头梳头装扮 亦曾经负责过打理家头世务 后期主力照顾年幼的少爷仔和小姐 睡着睡着都来找我 不让她妈妈睡着 奶奶睡觉 很亲烈的 臭小孩就是很亲烈的 臭小孩公事长又辛苦 不过就换来好像家人的关系 她去了一个读书 她们找人帮你洗 她说没有人洗 那是自己洗的 潘柳叶说当年做马者的人工吸引 八十年代中期 她的人工比一般打工仔高 加上跟几个仕头的关系不错 所以她一直都没有转行 那时候五千七元 就一个月就商量 一个月就做三千元 那就是十四个月 做工厂是找不到那么多钱 又要开火吃呢 又要住屋呢 我去打工 我又不用 一样一样一样都不用 在二乡打工 最主要是为了家人 潘柳叶把大部分的人工寄回家 供养父母 照顾弟妹妹 做他们的南风窗 我只要五千元就哭了 记住了给妈妈 那时候没有了个老爸 妈常常都哭了 又是 那我就记钱 她又建屋来租房子 我真的等了两个小孩 那便建屋来 她的小孩结婚了 交学费了 女儿男儿又是读书 你不读书你就笨 我说我现在不懂 那时候拿着那个地址 问到东都不知道上楼 妈妈没有说谢谢 妈妈只说 她说全底练 若不然哪儿起到奥利拉丽 就要结婚了 不少妈姐是治疏女儿 立誓不嫁 潘楼叶并没有疏起 不过又很向往自力更生 所以就算同样是打住家工的姐姐 嫁了人 潘楼叶仍然坚持不分 我没有结婚 我不喜欢 我喜欢自己自由的 我喜欢她的 她漂亮的 为什么要做工举 要去教学 要花很多钱 判留业二十一年前退休 当时他七十二岁 才第一次跟教会朋友出发旅行 近年左脚膝头哥伸骨刺 行动不方便 他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 我天亮来当被盖 我什么都不理 我自己一个人生就生熟就熟 不要紧 已经过了台北之年 判留业坚持自己照顾自己 乐观面对静低的人生路程 我现在没什么希望 好来好走就算了 死了就火葬买个不灰痕 我喜欢找个瓶进入住 买个地方住 就像我现在的 我自己住好一间屋 这么多好 我喜欢这样 好去家人 有点灰痕 一定纸张 没什么 判断 有点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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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